大家好,我是蓝拉 很多人啊,菊粉都已经到手了 但是呢,不知道她该怎么喝 什么人适合喝 首先呢,她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 适合三岁以上的儿童 包括孕妇都可以喝 因为她是没有任何添加的 她是纯天然的 而且她是零脂肪,零蛋白的 什么人适合喝呢 因为我呢,是便秘 就是大便干燥 我母亲呢,是几十年的便秘 喝她很有效果啊 包括肠胃炎 我前两天不肠胃炎饭了吗 我妈也是肠胃,一直不好 然后喝她还好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 过节哈,不都胖了吗 然后你想减脂 还有呢,比如说那些糖油啊 都可以喝 就是这样 至于喝的方法啊 就是这里边哈 她自带一个勺 这样的小勺 一勺呢,是五克 每天不要超过三勺啊 如果你肠胃没有问题 你就饭前 餐前喝空腹 这样 然后你要是肠胃不太好呢 你就餐后喝 是吧 我刚开始喝的呢 就是一天喝一勺 咱们呢,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 就是你慢慢的 循序渐进的 你可以从一勺喝 然后两勺三勺啊 有人说那 这能不能停 我呢,后来喝了一段时间啊 就好了 就停了 这不是前两天肠胃炎就饭了吗 上天津我都带着它 我没想到哈 这么多人嘛 这个有便秘哈 还有这种肠胃不好的 还有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啊 我们喝的时候呢 尽量当天喝菊粉 你当天多喝一些水 这样呢 你喝完菊粉的特点呢 它就刚开始就放屁 老放屁 特别的臭 然后就 我第一次喝菊粉的时候 就啊,家伙的 就啊,就拉了好几回啊 就感觉拉完以后特别痛快 就肠子里面啊 那些都是黑便啊 等于是轻便啊 人慢慢的肚子也扁了 还挺好的 看啊 无色无味 无任何添加 好 有人说找不到我的橱窗哈 您在小视频 往左滑一下 那橱窗就出来了 我呢 挂在小黄车里面 还有我的 视频下方哈 也都有链接 您看一下